另外一个大选是在英国 英国大选在7月4号会拉开帷幕 来自执政保守党的首相苏纳克 与最大反对党工党领送斯塔莫 当地时间26号的晚间 参加大选前的最后一场电视辩论 两个人就围绕在移民 税收 执政能力等问题 展开唇枪舌剑 互不相让 在电视辩论中 苏纳克强调执政党在解决非法移民问题方面的成就 他指出自己当选的第二天 就会将非法移民送上通向卢旺达的飞机 给非法移民群体制造威慑力 对此 工党领袖斯塔莫反驳道 若斯纳克威慑力有效 目前非法移民人数就不会呈现上升趋势 为什么有纪录数还在下跌项上升 你能不能说它是活动的 你把选项进行 选项可以离开 我发现你已经参加选项 之前有些选项可以离开 它可以试试 非常有趣的时间 但如果有这样的邀请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会 为什么不出来 为什么要是这些人闪开 为什么不出来 为什么不出来 为什么你会去这些人 对你 人质疑 广州 以Syri 若你会去 所以他说他说他次回到人 是他要坐下 你会坐下 跟Iran 阿拉伯 你会去做一交友 向Taliban 斯塔莫还就保守党多名议员 涉嫌对大选进行赌博一事 质疑苏纳克领导力 苏纳克回应称 涉事人员正在接受调查 他指出 斯塔莫企图提高个人税收 这将削弱政府公信力 苏纳克强调 保守党所做的正是为民众减税 随着英国议会选举将近 多项民调结果显示 工党可能在选举中赢得大比例胜利 而保守党或将遭遇惨败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